嗨,大家好,我是Ben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旅行小包 那旅行小包顧名思義就是 可能大概是當天或是兩天一夜 那再上去的天數可能就不太適合小包 因為可能裝不下這樣 然後首先我介紹一下這款 這款是比較簡單的 它是後背包 然後大概衣服,大概兩天一夜衣服是可以的 然後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的內裡 它有分兩層 一個是 這是第一層 然後還有第二層 然後還有一個貼心的 它可以放一些筆電 然後就一個筆電的軟電這樣子 然後這個都有防潑水喔 所以不用擔心說下雨的時候怎麼辦這樣子 那我稍微背給大家看一下 那接著第二款介紹的是 也是小 不同類型的小包 這個是等於行李袋的小包 所以我們今天會大概介紹幾款類型的 旅行客用的包款 然後這是行李袋 然後它大概也是可以放兩天一夜的衣服差不多 那我剛好放了一件毛衣 所以再放幾件衣服是可以的 然後它內外層都有一些拉鍊的設計 這款還蠻貼心的 它這邊有做一個 它雖然是小包啊 但它這邊有做一個可以放鞋子的 那什麼意思呢 像有些鞋子啊 你可能脫鞋或什麼的 你就可以 如果沒有袋子啦 你放在行李 你放進你的行李袋裡面 可能就會髒掉 那這邊很貼心 你可以放到你的鞋 它等於是一個鞋帶的意思 但這個鞋帶可能有尺寸 因為它可能沒有辦法裝太大的鞋子 所以如果也是那種 籃球鞋啊 就不太適合 像我裝的是平底鞋 那裝碗大概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是還有空間的 然後再來是跟大家介紹的是 男生比較會用的 就有點像電腦後背包 但如果你是 要旅行也是可以用這種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 它也是可以放衣服 它的空間夠 可以放到衣服 而且如果你是男生啊 你跟那種 老婆啊 女朋友出去玩 你也可以帶你自己的筆電 還可以工作跟上網都可以 它這邊有一個筆電包 有一個放筆電的設計 然後它的內層非常多 你看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應該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裡面 三 可能加起來有十幾個內層 然後後面 如果你是登山啊 或是那種去比較遠的地方 像你 背帶就一定很重要 一定要選這種 紓壓型的 後 背墊 後背墊 還有背帶 都一定要選紓壓型的 然後背給大家看一下 那再來最後一款就是 比較稍微大一點點的 這款有個好處 就是我剛才講的 如果你要放更大的鞋子啊 這邊就 就可以放進去了 這邊一樣 這邊一個 它的空間蠻大的喔 它蠻深的 所以你要放球鞋 是放得下去的 它比剛才那一款 深蠻多的 所以你要放球鞋 然後它的空間感也是比較大 這款可能 三天兩夜 還有空間 因為它裡面也是很大 然後這個都有做簡約的防潑水 因為要擔心你的 那個 衣服會弄濕 然後我用背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種比較重啊 我們就建議用手提 不要用 不要用它的側背帶 因為怕擔心 太重 真的可能是會斷掉 這樣 那我們今天介紹四種類型 第一種是這種 大型的旅行袋 然後第二種是 男生很愛的公式包 後背的公式包 然後第三種是 男女生都可以的 比較輕小型的後背包 然後第四種是 健身啊 或是兩天一夜 請你的行李袋 大概就四種 然後你可以根據你要去的場合 來選擇你想用的包款 那大概就這樣 那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給我們 就這樣子 掰掰 謝謝 謝謝